大家好,这里是妈的编辑 10月13日,台湾将迎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最大力度的边境解封 据联合新闻网12日报道 13日,岛内同步实施入境零加期规定取消居家检疫 改为7天自主防疫 届时将恢复常态入境通关 无症状入境旅客将可达成大众运输工具 只是岛内本土疫情仍处于高远期 死亡人数居高不下 今年台湾有约690万感染 死亡10766人 此过B1.5疫情发展又超乎指挥中心的预期 原以为10月初就能脱离高远期 但迄今仍处于单日确诊数四五万的高峰 不少民众担心疫情持续的严峻 如何在解封及防疫间取得平衡点将是最重要的生活课题 对此指挥中心却是双手一摊 无可奈何 党内舆论纷纷在质问 民进党当局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对此指挥中心却是双手一摊 对此指挥中心却是双手一摊